大家好,我是银横 今天玩个小游戏 这游戏简单但却很有那重开位 我来介绍下游戏的玩法 下面四个我就给他们命名个简单的名字 工业城、生态城、社会城、科学城 工业城和生态城会产生红色的硬币 这硬币就叫钱好了 社会城会产生黄色的硬币 唯一的代价是需要消耗钱 科学城会产生蓝色的硬币 就叫科技吧 现在工业城有个20世纪初的工业 40秒后就会产生1块钱和20的烫 烫会增加上方烫排放的进度 进度碰到赏电图标就会产生麻烦的事件 有点像异想体出逃 如果这些事件管不了的话 就可以重新开始这一天了 获得胜利的方法就是发展出金色的胜利卡 规则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明白了我就重开局了 游戏开局会给个20世纪初的工业 这东西烫排放太多了 我打算发展何能 所以我们先给科技城发展下 右下角的加速按钮是密封的科技 可以加速时间的流逝 科学城开始研究科技了 我们再花几个人口搞点人才 核能耗费还是挺多的 我们等等 虽然游戏是保护环境 但我们也需要钱才行啊 核能快了 温馨提示 如果设位城生产时没钱了 会出很坑的事件啊 会闹饥荒 OK了 可能正在生产中 后面烫排放就少了 刚烫事件 我们用三个科技解决 不解决的话会掉钱掉人口 再培养一些人才 往科技上大力发展 热浪 全球变暖 不解决这事件会掉人口和科技 很简单的事件 花钱就能解决 又多了两个事件 事件左下角是诠释循环的意思 不解决这些事件就会一直影响 石油撞击爆炸 这事件不错啊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能获得新的棒法 新的棒法 污染法规 减少生产速度与烫排放量 烫排放少一点好 不然事件太多 等一下资源不够用 珊瑚死亡 随着全球变暖 超过70%的珊瑚椒死亡 海水双化 南京一窗和冻土中化 并释放出甲王 解决掉这个问题 又有新的办法了 我们直接养殖人工珊瑚 它能减少一点烫排放 目前生态城和科技城没发展 这两个太鸡肋了 生态城钱给的太慢 社会城人口又需要消耗钱 钱跟不上的话 不知道得20多少人 我们直接核能2.0 更多的钱 带有新兴的方法 只要一直花长下去 游戏就能胜利 但我们目前需要钱 核能其实挺危险的 幸运这不是硬核模式 富长没发展安全核能 癌症之类的事件会让你头皮泡麻 科技速度也不太够 我们准备拉一下科技术 见个研究中心搞更赛博朋克的科技 开始研究机器人 进入赛博朋克时代 边缘研究事件 这个不管也没事 主要是我们科技够强了 可以着手关注一下人类的生存问题了 比起黄金问题 我们还是先解决核安全吧 毕竟我们也不是为了省钱 不关注核安全的人 我们准备发展人类工程学 但我们的钱还是太少了 送钱事件来了 消货科技就能加钱 这个不错 那接着这个机会 我们发展人类工程学 让更多人活下去 传粉昆虫灭绝 全球变暖的坏时代来了 好在我们已经赛博朋克了 直接找密封机器人 基因定制婴儿 虽然可以大幅度提升人口 但这样真的好吗 应该可以吧 人口多了 直接人口红利 大象快灭绝了 可怜的大象 我们花点钱和科技 救救可怜的大象 VR世界 我们也不是什么大恶人 希望年轻人 还让他们放弃现实 非常的收获 粮食收成非常悲观 这个不管管就要出事了 带有骷髅头 说明那事件会导致游戏失败 我们在投入人口和科技 大力发展核能的最终归宿 模块化和反应堆 这样全世界再也不缺能源了 再研究些机器人吧 解放劳动力 超赛就要来了 全球再次变暖 很多地方资源减少 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为了美好的未来 没办法 先吃点苦 后面才能吃更多的苦 于是 社会城宣布法案 根据烫排放量 向居民收取对应的税收 我们的核能进入巅峰了 已经不需要可悲的传统能源了 我们抛弃掉它 海带零崩溃了 海带虽然经常被人吃掉 但它对海洋的贡献很大 腹肌时处理的话 地球将出现巨大危机 人类的劳动力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启用大规模机械化 全球变暖幅只是温度升高 更是令气候变化无常 头在油泉就能解决 大规模空调 这想法太超前了 我们选择放弃 可恶 解决气候问题的时候 花了太多钱 人们都挨饿了 这问题不解决的话 人类将会饿死 人口已经够多了 我们开始解决黄金问题 优先解决人类生存范围内的黄金 人们都跑到深海去土域了 这怎么行 直接成立自然保护区 给一些人存活的生物一片安宁 发展地质工程学 大洪水来了 好在我们科技已经够强了 人类能够战胜自然 我们经济已经够多了 可以选择一种真正与地球共存的方法了 在这之前 纤维地球的黄金做出一些弥补 减少烫排放 当然钱也是要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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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地资源都快掏空了 去深海发展下 既然我们已经如此赛博朋克了 我们就直接将核能发展到极致 在这之前再赚点钱 钱和科技过多就是好 如今已经威胁不到人类的生存了 可以结束啦 核能的最终归宿 让地球变得更好 而不是人类活得更好 发展核变能 争取的能力都不缺能源 所有野生动物快灭绝了 好在我们有足够的钱和科技改变这一切 仔细之频 阿姆快化、巨變、防禦堆 大家都能用上核能的 想想你的手機是核能手機 用個一百年都不充電 多酷啊 如今燙排放已經非常少了 完全不用擔心繼續對地球產生嚴重影響 投入科技減少這些影響 22世紀的工業 我們即將進入22世紀 人類將不再缺少能源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 最好的 某些营奈海國家沉默了 肯定是某國罪孽多端 我們救了 當然只救了一點點 进入二十二世纪工业 可持续发展 成功保护了黄金 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感谢毕章豪卫口德我汉化 这游戏还有硬核模式 想看的话 各位商量与留言 希望各位做不到 我是在打播